欢迎回来继续收看中国时间2019年8月16号的明镜电视 今天大新闻历史上的今天这个环节 我们今天又选择了两个年份的8月16号 那么一个是1945年的8月16号 一个是1966年的8月16号 那么1945年的8月16号是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这个汪精卫这个所谓这个汪伟政权 或者说也叫做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 当时的这个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解散 那么当然知道了 因为815呢是日本的宣布这个投降 所以呢8月16号这个在日本扶持之下的 这个汪精卫政权的解体呢 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那么这个汪伟政权或者说汪精卫政权 汪肇民政权等等 那么是中国的这个在抗日战争期间呢 汪精卫响应这个精卫声明和日本合作的一个政权 他的正式名称呢是也叫做中华民国 那么40年是在南京成立的 那么这个汪精卫是担任国民政府的这个代主席和行政院院长 同时呢还有一些主要成员 比如说像李世荀啊 陈公博啊 周佛海等等 那么1944年11月的汪精卫就死了 去世之后呢 陈公博是任了代理的这个主席和行政院长 所以说呢 在81545年8月15号 日本投降之后 那么这个政府就终结了 那么汪精卫政权被认为呢 是这个抗战时期呢 日本扶持的这个傀儡政权 合并了当时的这个之前的 就是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蒙江联合自治政府 等等这些傀儡政权的这个侠地 那外交上呢 也是除了像德国日本意大利这些轴心国之外呢 普遍的国际上的这个承认度是很低的 那么这是这样的一个话题 同时呢 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呢 就叫做这个汪精卫啊 又帮或者是救了多少人 因为在历史上呢 当然历史的评说呢 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那么但是从事后 包括像李宗仁啊 像这个包括其他的一些 国民党的这个高层官员的这种 回忆录啊 技术啊等等 就认为呢 汪精卫至少没有明理的 或者说呢 积极的去 这个阻挠啊 这个抗战 包括他曾经的这些手下的一些军人 他从来也没有去想动摇过他们的军心 或者对他们进行过 劝降啊 招降等等 同时呢 我们知道在很多的这种民间呢 也是说到了这种 包括这种当时的报道 这种记载也好 就汪精卫的这个智下呢 的确对这种民众的这种伤害啊 本国民众的伤害呢 是很少见的啊 所以说呢 这也是当然了 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大的调子 和现在的这个这个我们所说的这种民众的一些看法 或者说是后来一些高层的这种 对他的一种评价啊 也就是说呢 他这个人呢 当然了啊 要用这种 这个两分的这种看法来分析 来看待他 那么有关这个话题 请小平呢 进行详细的解读 汪伪政权 事情啊 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把它 简单的话 说它是个汉奸政府啊 这个如果这样一个简单的话 我们就没有必要再 重新来讨论这个问题了 那么首先是一个就是说这个日本在东亚的这个新秩序的问题啊 他当时叫东亚东亚新秩序 然后在东亚的新秩序下之后呢 发了一个 你刚才提到有一个敬畏声明 那么这个敬畏声明呢 听起来那是不错的 对不对啊 你看看 比历史上的这个列强对中国的很 所有的东西应该都要好一些 也说无领土要求啊 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 无赔偿军费这要求 忠重中国主权啊 只以日本人在中国内地自由居住营业为条件 实际上就是做生意嘛 然后交还中国租借 废除在中国的自卖法权啊 共同防控啊 经济共互相提携 那就是这个 这就是敬畏声明嘛 对不对啊 然后这个有些人就解读呢 这是日本的以华治华的战略 对不对啊 是这个这个意思啊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 这是当时就是说 日本政府的一个对中华对中国的一个的一个外交政策 那么这个就面临着一个国民党选择还是不选择的问题 因为那时候是国民党嘛 国民党那时候什么实际上是参加了抗战 这就跟当时的国际背景有关系 那国际背景之下呢 你到底是选择日本还是选择英美的问题 那么蒋介石把脚踩在英美的这条船上 然后呢 就跟这个啊 就把这个日本示威敌敌敌敌敌敌人对不对啊 那么汪金卫呢就觉得这个有理啊 他说我不愿意选择战争啊 我我我我愿意跟日本的这个船上啊 而且我也不愿意选择战争啊 我要和平 所以汪金卫的这个汪伪政权 他还是个和平运动啊 他也不是这个战争 他在战争和和平之间 他说他要选择和平啊 避免这个百姓的生灵涂炭啊 对这个是这个 这是他的这个当然了就是说 刚才你谈到这个保护了多少人的问题 实际上他的这个政权范围是江苏浙江安徽三省 另外上海南京两市 就他在这个范围以内 给他争取做到这个目标 那么 他跟蒋介石就发生了冲突 那么冲突蒋介石用这个特务手段实际上那时候他 他的这个决定还没有拿下来 蒋介石就搞了一个这个和内的谋杀案件对不对啊 谋杀案件之后把这个汪金卫的这个妻子那个陈碧军这个受了重伤 对不对啊 最后就把这个 汪金卫的这种后面的这种建立这个汪伪政权 有的人解决是一种复仇对蒋介石的复仇的运动 所以说这个历史的一个大环境再加上一个小环境 就要出生了这样一个事情 汪伪政权我们明镜历史实际上 对汪金卫的孙女做个采访我知道啊 这段历史呢除了这个以外呢 网络上还有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叫林思云 他写过很多真实的汪金卫 他就对这些事情进了一些这个新的这个还原啊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多听听一些这个这个方面的一些意见 那么这个我们看到呢 当时这个 敬畏声明在这里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就说他详细的一个是东亚的永久和平 一个是善灵友好国际正义 第三是联合防供 第四经济合作 第五创立这个新文化 还有第六是构建这个世界和平 同时呢这个汪金卫他主要的这个论点呢 就是说主张和平运动呢 他说到这个第一呢就是中国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 在彻底失败之前还是以谈判事件合作呢 对于这个民众呢 国民的这个福祉更为有利 第二呢他曾经和这个 蒋介石蒋中正有过的谈判经验 认为呢蒋介石是不值不值得信任的人 第三是他关心日战区人民的这个利益 认为日战区需要照料 这点相信呢 我可能他的这种琢磨是比较多的 第四呢是 根据这个周佛海说呢 如果蒋赢得了这场战争 那么汪和日本的这个协定的自然被取消 如果蒋不能获正 那么协定呢 还可以某种程度上限制日本人的这个作为行为 当然这种行为肯定就是不好的行为 那么 后来就包括这个李宗仁的回忆录也说到 就说这个 对这个汪精卫的这个评价呢 还是不错 那么就说 他说呢也应该说一句公道话 也就是说呢 汪兆明当了汉奸 但是却没有做积极破坏抗战的勾当 比如说汪氏投敌之后呢 以前和汪氏源源最深的这个国军将领 比如说这个张发奎啊 黄岐祥啊 黄岐祥啊等等 那么这些都是抗战阵营的这个 这个中间力量 那么但是啊 这个汪精卫从来没有啊 像他们进行过施加影响或者说是啊 他说呢这个 也逐渐大意之所在啊 这是李宗仁的评价 当然还包括一些你 小编刚才说到这个啊 汪精卫的这个孙女啊等等 那么还有这种 美国的学者呢也是说到这个 就评论呢 这个评价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呢 实际上和法国当时的维希啊 这个政府是相似的 他们认为呢 就说既然打不过呢 与其这样的 不如让自己的国家在所谓 可能今后的这个新秩序中啊 取得一些比较有利的这种地位 那么同时呢 这个战争胜利归属 没有把握的时候呢 就采用着一种啊 这种可以说是哄骗也好啊 拖延也好啊 敷衍也好的办法来避免呢 避开这种日本的勒索 或者说是这种啊 就是更加这种啊 严重的残暴的这种行为啊 那么这也是他的这种啊 这个想法 当然这个后来想法呢 陈碧君的最后给他的辩护呢 我觉得也是挺有说服力的啊 他就说呢 这个这个国土丧失 首先是蒋介石的这个人 那么这个啊 汪精卫所制下的这个啊 这个政权的侠地呢 没有一寸呢 是这个汪精卫啊 卖给这个日寇 那么同时呢 也汪精卫从来没有向一将一兵招降 同时啊 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的战利区 这个 汪先生是以身犯险忍辱负重 在敌前为国民生存谋福祉 每天生活在敌人枪口下 这有什么国可卖啊 那么这个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 赤手和日本人网还啊 也就是这种过招 那么收回沦陷区啊 他当然的确收回了不少的沦陷区啊 包括这个当时营租界 法租界等等收获了很多 那么如今完毕归还国家 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那么这是陈碧君给他的辩护词 那么所以对于汪精卫的这样的一种解读呢 当然就是说一概这种脸谱话肯定是有问题的 那么这个呢 我们今天有关汪精卫的政权的这个历史上今天的这个节点呢 我们就先到此为止 接下来我们再进入到这个1966年的8月16号 1966年的8月16号呢 是这个是这个初秋盛夏呀 那么的确是这个整个中国是在一片狂热之中 那么文革的这个大串联呢 这个开始了 那么这也是这个毛泽东这个 属意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也是支持的这样一个行动 那么说到呢 这个要以这个大乱实现大治 同时呢支持这个大串联 有关这个历史节点 我想请全军先生进行自己的分析和解读 关于文革大串联啊 那个时候呢 我还没出生 所以呢 后面听到这些东西 我现在脑子装的这些东西呢 都是共产党的教科书里面 我小时候的教科书里面 告诉我的这些东西 当然那个时候说的好像是 这个好像卖于正义性的 但是呢 我母亲参加了大串联 他在那个时候呢 是师范的学生 然后那个师范呢 派了六个代表到北京去 受毛主席接见 我说完小评补充啊 我可能是说的不对的地方 这个说我的看法 那么我母亲呢 就花了很长时间去到北京 因为整个路上呢 他是免费的吃饭 免费的坐车 当然呢 他们是由政治辅导员是代表带的 当地市委呢 也派人一块去 对于他的角度来说呢 他最开心的地方是 到北京去能见到毛主席 毛主席接见 红文兵 好像是这个时候 那么 当然对于我 从我母亲这一代人的看呢 他们认为这是很骄傲的事情 这是人生里面一件大事 他们最后呢 也受毛主席接见 好像第八还是第九次 两次接见 就在长安街上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当然我也反思 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呢 应该说大串联也是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工具 因为当时各党政 各地方的这个党委啊 对他那个不太积极 这个发动大革命呢 这事呢 觉得这疯子干的 疯子干的 但是呢 他要发动的话呢 必须要这些青年学生 到各地去 尤其是北大 小平知道 有些孽的一位啊 这个大字报之后呢 这个各地呢 就开始大串联 大串联呢 就是把这思想啊 往出去散播一下 然后呢 让大家都知道 这个领袖的意图 外地的呢 往北京去 这整个呢 是一个怪态 在我看来呢 这是革命的一部分 对于国家的这个 对于法治的这种国家来说 就当天书一样的 当我 我第一次看到大串联的这种 我当小说的看 我跟风神演绎 没什么两样的这种小说来看 对吧 那么 六四的时候呢 也有大串联 这个我参与了 我见到了 那么这次大串联呢 实际上是地下进行的 就是秘密进行的 实际上是北京的学生 往外地去 去到各大学里面去干嘛呢 那还是鼓动啊 然后宣传啊 然后是制定行动计划啊 在各大 在外地呢 各个大学呢 也就起来了 实际上呢 都是一种革命工具 都是一种传播机 就把这个当时的意图啊 传播到各地去 我认为啊 这是最主要的 回头看呢 很多是荒唐的 这个历史呢 我们当然不能假设 它荒唐也就荒唐了 只要这个有真相 那后人呢 能够吸取教训也行 我就说这么点 小平 小平 这个大串联这个事情呢 要联系到这个文化大革命的背景 文化大革命的背景呢 说实在话呢 我觉得老毛手上啊 那个时候他不掌握官僚系统啊 官僚系统在这个刘少奇 邓小平这些人手上 当然他手上掌握军队 嗯 他也不能动不动就拿军队 把你邓小平啊 刘少奇这人搞掉嘛 对不对啊 他还有另外一个工具 就是群众 那么群众呢 他就通过这个啊 类似大连的大串联方式 把群众调起来 所以说他一手 左手是群众右手是军队 这是毛泽东在文革起来玩的两大招 那么这个 对啊 这个 他是让这些这个地方的这红卫兵到北京去搞欲壮的呀 实际上就是把这个 地方的官僚体制 给他打破了嘛 然后他就搞了个中央文革 把所有的这个 正式的这种国家这个机制都给你砸破了嘛 搞小组嘛 对不对啊 建立了这种 破坏性的一种力量嘛就是这么干的 那么实际上这个整个的这个大串联运动就是一个 这个 道蒙岸然的假装的这个疯子 指挥着一群真疯子 搞的这样一场运动 毛泽东他不那个时候我觉得 不能说他是疯子他是个假装的疯子啊 他在搞这些东西他都设计他是有目的的 但是 但是这些这些到北京去的这些人啊 他们是疯子 然后一定利用这个利益杠杆什么利用杠杆的刚才全家说了免吃免住啊 对啊免刑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也不一定都是疯子 很多人是借这个油山满水啊 对啊刚开始的时候呢他的政治性目的很强的就是到北京去啊 是给北京的告状的就告当地政府的状到文革小主席告状去啊 说你们那不支持我们怎么来的 最后呢他就开始 放大了 就是北京以外的地方去了 向全国性的 扩散 对不对啊 然后 到处是这个 黄葱一样的串联的这种队伍 把这些人吃 吃这些地方的 没多少钱啊对不对啊 火车也坐不下一个装 100人的车厢 他坐了个两三百个人 然后那行李架上全是人了 真的像一种恐怖运动啊 这个我觉得还有另一个 这个观点啊 这个 大串联 也体现了这个洗脑教育的成功啊 这个人盲目的造神啊 觉得这个毛主席多伟大 其实我母亲到北京去就是想见毛主席 他是你想一个 失败的学生啊 啥都不懂的 但是呢 由于教育 由于这个洗脑 他们没装其他的东西 都是对领袖的无限的崇敬 这种崇敬呢会变成一种行动力 变成一种可怕的这种革命力 他能改变常识啊 我告诉你他这种造神运动能到什么程度啊 老毛死的时候我正在那个我们学校里的这个大礼堂正在开大会啊 我没参加因为我是学校体育队的我在训练训练打篮球 然后 当那个听到老毛死了之后我居然想老毛还能死吗他不是万万岁吗 对啊就这种洗脑啊他不仅搞个人聪明他能把常识改变 把人的这个这个很多东西给颠覆了 起到这样一种效果呀 我那时候真觉得他怎么能死呢他不能死的 那个时候你听到这消息你哭没哭 没哭啊 对啊 我就惊讶就说他我说他怎么能死呢 但据说很多人哭了 听到这消息以后 哭的人很多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说前两天我就说这个有些人认为那个时候中国是有民主啊 就是老毛时代的有民主 还觉得那时候还 觉得很激动啊 这叫什么民主啊 这是被人操纵啊被人当那个 当爪牙在死啊对不对啊 但是你说的89年以后那个串联就不一样跟他完全不一样 那是一种自主行为 对 那不是被操控那是一种自主行为 你是基于自己的认识去做一种事情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今天的中国现在洗脑啊 就是蹦着那个方向去的 是啊 就是让人脑子里没有其他的 就只有领袖 领袖的语言 领袖的语录 领袖的思想 对吧 那最终一定培养出来的还是那一代红卫兵 新时代的红卫兵 现在人民日报就把这个领袖的这个语句 套红 一天一个 一天一个的往往弄 这个社会啊 真的是啊 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啊 病得不轻啊 你看这次对香港的这个喊打喊杀啊 真的是 那是另外一种病啊 对 这就是洗脑的结果 洗脑的恶果就出来了 尤其在香港事情上 也列了一把 就是中国人的意识怎么样 接受民主 接受 法治社会 共荣的这种意识怎么样 结果香港事情出来 你会发现 普遍的 普遍的 还是惯性 还是比洗脑洗成红卫兵的这种思维 就是打打杀杀 因为我要镇压你 有些人一辈子还没去过香港呢 就要去镇压香港人 对吧 没有 有些人 你说这就是小李说的风子 不 他就是一个奴才啊 他要去打香港啊 在这 可悲啊 所以说历史的这个重演啊 往往是个大概率 很多人说是以始为进啊 以始为鉴 但是我觉得往往这个历史呢 都在不断的重演 中国这个几千年的这个 历史呢 也的确就是 王朝的更替 实际上 朝代的更替就是重演嘛 历史不断的在重演 他始终没有走出这个圈子 那么这个 现在 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大串联呢 也的确串联起了我们的很多的这种 联想 对于未来的这种 应该说 不是很乐观的这样一种情绪 希望能够 乐观一点 但是往往呢 事与愿违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 二位嘉宾的精彩的 点评分析 也感谢观众朋友的 在线的观看 如果观众朋友对我们这个历史上的今天 节目感兴趣的 欢迎您的 收藏 分享 点赞 在线发表自己的 观点 也再次感谢 小平博士 全军先生的 参与 和精彩的 分析点评 我们下次节目 再会了 谢谢 谢谢小平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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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点今天事不满足 和平在创 想点就点频道 请到YouTube搜索想点就点 随时随地想点就点 直接回答网友提问哦